大家好 各位早晨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HoutinLive的直播节目 首先公布今晚最先进来的那几位听众 第一位是珍宝珠 第二位冬仔 第三位Jody Chang 第四位Raymond Yuen 第五位Michael Lau 恭喜各位 特别是Michael Lau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其他那几个整天都得到头五位 所以有身血加入 但愿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应 在这个星期常与刚才的五位听众常在 有些听众留言说今天我早了开讨论 所以令到有些人迟了才进来 他以为可以捉到我的路 谁知道我早了 他以为可以捉到头五位 有其他人拿下头五位也好 例如Michael Lau 每次都是那几个人 好 今个星期我们的题目是继续讲梁燕成 之前两个星期我们都讲梁燕成 因为梁燕成我小时候有听 并且经常听他的录音带 但是后来逐渐成长 知道了多些东西之后 其实他的东西是乱说的 我第一次发现这件事 就是听到他讲的圣经密码 我一开始听他讲圣经密码的时候 我都以为好像很真实 但是因为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我信了耶稣没来之后 我差不多中学毕业 然后我一进大学 我就开始读圣经了 所以听了他的录音带 讲圣经密码的那些 没多久之后 我就开始了解圣经多些 开始上学 我就知道他百分百是乱说 在讲一些不可能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口才很好 而且讲到似层层 他对自己讲的东西 听他的语气是十分有信心的 你心想一个人不是对自己讲的东西很有信心 怎么会那个语气说得这么实在才行 一定是信得过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人 那么多年来 对他的理解越来越多 自己的人也越来越懂事 就知道这人完全信不过 但是也是几个星期前 大约一个月前 我才知道他的堕落 现在是去了更深一层 比起我之前了解的他 他是再离谱一点 我真的想不到 因为他那个... 以前听他说的东西 你会觉得他不懂事 他就勉强说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再深入一层 他直到... 他给我的感觉是为了拆流量 所以他就专门 故意找一些偏门 他自己以为是流量密码的东西 拿来说 而通常那些东西 他之所以会成为流量密码 就是因为那东西是错的 因为通常那些人 就是喜欢听一些错的东西 才会觉得有趣 才会觉得过瘾 他就是专门的 他专门选择那些东西 而今星期我们讲的题目 就过瘾了 他就是去一个主日崇拜 所以是一个主日讲题 他是讲道的 我想他去一个教会 或者机构 是教会来的 叫做802基督教敬拜会 在他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自女行奸 应该是一个加拿大的教会 他的主题就是说666 与大巴比伦之迷 他在这个讲道里面 就完全不像讲道 他说的那些东西 他说的那些内容 最过瘾的是什么 就是我留意到 有很多跟梁日华说的东西 是有类同的地方 如果你不认得他的声音 我不告诉你 那是梁烟诚 我只是把他说的内容 summarize 给任何一个人听 我觉得那些人 就这样看他说的内容 我相信他会以为是梁日华说的 就是以为自己 以为我 summarize 那些讲道的内容 是石安教会的讲道内容 知道吗 首先 我show那条片给你看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找 先看一下 搜索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找 你可以搜索 23年的2月11日 梁烟诚博士主日讲题 六六六与大巴比伦之迷 这样 那教会 就是802基督教敬拜会 OK 因为他讲这些题目 并且他里面说的就是说得错了 那当然是很多人听 你看他是多人听的 这个很厉害的 因为他这个敬拜会 你看他 他订阅只有2000 但是你看他有多少视频 十万 十万的视频 哈哈 他里面有很多留言 很棒 他其实整条片是在罵美国 基本上他说美国就是六六六 美国就是大巴比伦 就是大淫妇 整个港道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是 OK 他是开头 就是说一些圣经 说什么 弹以理 那些东西 然后就全部其他东西 就是在说梁日华 说什么 共济会 光明会 Illuminati 就是说美国如何用一些阴谋 去侵略一个国家 就是说那些东西 等一下我们就会详细看一下 讲一下666 那些 OK 等一下我们再看 他下面 就是这条片 那些留言说什么 例如这个 他就说多谢朋友介绍 值得一听 哇 原来那个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的 原来他放的是罗马神来的 现在才知道 真是多谢梁博士 是吧 这个又说 哎呀 多谢梁博士的 讲解 让我知道末世的迷思 和笔画得以解开 是吧 很多人多谢他 是吧 这里又说 哇 很多资讯 很多现实知识 和圣经的解释是相关的 真的感谢神 感恩 感恩 这里有个Chris 他说 梁博士的论度是有根有据 情理哪容 能够听到 只能说是真的要感谢神 OK 很多都是类似的留言 有些都是说他的 但大部分都是多谢梁焉成博士 这样的 其实你看到这些留言 你就知道 那个石安教会 就是梁日华 为什么他死都死不去 就是因为有很多信神 信耶稣 号称看圣经的人 就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你不要以为 那些人喝雙氧水 就是喝坏脑 根本上很多 没有喝雙氧水 那些 就是说自己名言正派 那些什么福音派 那些信徒 其实是一样的 他唯一的分别 只不过是 是谁带他回教会 知道吗 如果带他回教会 那个是回石安教会 其实他一样信 他是可以信 这些无厉害的东西 他还会觉得很有趣 他还会觉得很过瘾 他在那里不断说 一些九不答八的东西 他还会觉得 哇 原来牧师懂很多东西 哇 真的 梁烟诚也好 梁日华也好 说的那些真是很有道理 令我茅塞顿开 我这么聪明的人 我都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哇 他说出来 他当然有料 是吧 是有这样的心态 其实是 有时的东西 不是说 因为信徒他特别理智 他知道 吃太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而视乎谁带他回教会 如果当初带他回教会的人 是带他第一间回的 是带他一间 他去石安教会 带他喝雙氧水 带他去吃太阳 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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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拍咖啡豆灌场 他也一样会照做的 开口埋口讲比特币 讲那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就看看梁银成的主日港导 他到底说了什么呢? 让我分享一些截图 我当然不会播出他的视频 那些垃圾资讯来的 但是我们看他一部分,一小部分 就是他的PowerPoint那些截图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风格是怎样的 首先他的主题是陆银和大巴比伦之迷 但是他这个讲到其实整个小时 他没有时间讲大巴比伦之迷 他讲到最后他还在讲露露露 他没有时间讲大巴比伦 但是他没有讲到大巴比伦 我都知道他讲巴比伦是什么 他一定讲到美国就是大巴比伦 因为梁日华也是这样讲的 你感觉到他的去世是怎样的 所以他主要是讲大巴比伦 其实他讲了什么呢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头一两章章章 是有讲少少圣经的 讲那些 讲弹尔利 其实他有些东西也讲得不对 但是他有一部分说得对 是令我感到驱惊的 我觉得他很惊讶的就是 我觉得他说得对 然后他就 由他说得对的部分开始 你以为他说得对了 然后他就全部说得错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 他讲666 他就解释了 他说那个约翰就是用数字666 他说666在他那个年代 最可能就是海撒尼陆 OK 这个我是同意的 就是说那些什么 666是barcode 什么666是晶片 我觉得那些全部都不适合 他就是乱说的 那些根本就是说666是 是比特币 那些 所以我也很惊讶 我听他这个讲到 他说到这里 他竟然会说得对的 因为这个人他经常说那些 他根本说的不是圣经 他说的是神秘学 就是追求那些 追求那些 陰谋论 那些这样的东西 他怎么知道 他在这里说得对的 为什么他说是海撒尼陆 他就解释说 那个 希腊文 逆成希伯来文 海撒尼陆的串法 就是数字666 他说在某些的抄本里 就写616 那就是海撒尼陆 如果你用拉丁文 去串他的名字 就是666 66616 我之前已经说过 我不在这里重复 这个解释其实是不对的 那个分别就不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分别 我之前已经说过 我也不说了 但是 是源自于 尼陆 那个名字有不同的串法 有时就串 Nero 有时就串 Neron 视乎有没有那个N 那个字 N的数值就是50 所以 在某些的串法里面 有那个N 那就是666 没有那个N 那个数值就是616 不过 你以为 他就说了666是什么 真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这是他说到一开始他这样说的 然后呢 之后 所有 他 他还继续说 什么是666 但是你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说了666是什么 你不是说666就是尼陆 然后他说不是 他又开始在说666是巴曲 在说666是晶片 又说666是美国 你怎样啊 你怎样会这样的 OK 所以这里我都 acknowledge他 他是曾经说对的 有少少正确的资讯 但是他在这里打后 他就完全是百分百 变成了在说 好像梁入华在说 石安教会那些道 完全是那种风格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本人 就是梁入华的 头号fans 就是我绝对是 石安教会的 我想是除了梁入华之外 最熟悉石安教会的就是我 基本上就是 我说他这堂道指 石安教会的道 就一定是 OK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slide OK 然后他在说什么呢 他在这里说 那个 那个 国 国际 就是各国的国情 他大概说 西方列强 就是用一些债务 来控制一些 贫穷的 国家 那这件事 其实就是 梁入华 他在 十年前 他就已经是这样说的了 其实 我就是有正有据 不是乱说的 这个 我最熟悉梁入华的那些 这个就是 2013年 OK 的blog post 其实应该是 十几年前 他已经说过 可能在这个blog post之前 他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他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其实是 他这里就是解释 巴比伦的经济系统 其实就是在说美国 巴比伦经济系统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借钱 OK 是吧 他说 这里 就是 在一些很奢华的气氛里面 那些人就是会借钱 然后就是造就了巴比伦的债务系统 就令到很多人 成为债务的奴隶 例如他用美国做例子 他说他要救市 救银行 那些这样 但是其实 他就是透过借钱给人 令到其他 向他借钱的 机构 或者普通人 成为他的 奴隶 这样 是吧 好 接着呢 还有 这个看了 这个 然后他就开始在说那些 光明会 illuminati 那些 这样的东西 他说一说又说 freemason 那些 这样的东西 如果 陈四 就是 第一 他听这一集 其实他都可以说这些题 因为我见他那个节目 那个 drunkard 好像是午夜未婚 好像是 他有时都说 这些 光明会 业主会 业主会 那些 这样的东西 什么 说的神秘学 那些 他这里就说 那个光明会 开始说那些什么 illuminati 这样 然后他 他愿意说圣经 但是他说的圣经 其实 就不对 例如 很常说这个 他说明亮之星 他就 扔到 Lucifer 那里 即是露西法 或者露西忽 他这里写露西忽 就是露西忽 早晨之子 你何景从天聚落 就是说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然而你必 聚落阴间 到坑中极心之处 这样 然后他就说 这里就是 以赛亚书这一段 就是Lucifer 这个字 就是唯一出现的地方 他就说 这个是 撒旦 在天上 就是扑街扑下来 但是 但是其实 很多人都会这样说 不是唯一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 以赛亚书 如果你真的有看过 那段经文 就是 前文后理 你这样看 其实那一段是不复杂的 他很明确 他很明确他在说那个巴比伦王 实际上那个巴比伦王 因为他在说那个巴比伦王 会露走 那个 神的子民 然后上帝就叫人 对着那个巴比伦王 写一段的文字 写一段的文字就包括这一个 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字眼 所以那个什么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就是 他的地位好像在天那样高 那些这样的描述 是在说巴比伦或者是 巴比伦王 他 以为 自己可以 跟上帝同等 谁知道是坏坏坏坏 就是描述 描述这些东西而已 只不过是 完全不是 不是那么复杂 不是他想象到这样的 根本就是 就是 看一点就已经是 看到了 不过anyway 然后他说 盧西法 就是 以赛亚书说的 那个明亮之星 就是撒旦 这样 OK 我就不太同意 这些 OK anyway 继续了 看看 看到这个 然后 然后他就开始在说美国 那些 这样的东西 他就说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的 这样 这个 在 那个 那个 那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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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美国就不是基督教立国 那就是他说 就是华盛顿 那就是他就说他是共济会的人 就是他是Fremation的一份子成员 例如你看看他穿那个围裙 这样 然后又说 另一个国父 美国另一个国父 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OK 就说 他也是共济会的人 所以 那个独立宣言 就是 讲到那个creator 那个造物主 就不是 就是圣经讲的那个造物主 而是共济会的 The 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这样 但是 看那个 石安教会的blog 他说的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又是十年前的blog 2013年了 就是他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有个问号 就是说他不是 OK 他说的都是一样的 一张照片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那个围裙 有Fremation的符号 OK 他说 例如 华盛顿 这样 他也有提 Benjamin Franklin 也有提 他也有提 就是说 这些 这群这样的人 什么 华盛顿 Benjamin Franklin 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你以为他信耶稣 不是的 他们信自然神 就是他们是 那个梁殷成的另一章slide 他也有提 他说 他们信的什么 是什么 他们就是 他们信 the 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就是他们是 是吧 就是 我只可以说 梁殷成的那个内容 其实是跟 跟梁日华说 平时说的那些东西 根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其实是 是吧 OK 继续 继续 然后呢 就是 等等 这个看了 然后呢 他就在那里说 那个 国征 说那个 他就在那里 画那个 他说 那个国征 其实是一个 六角星的 形状 这样 OK 又说什么 正面 反面 就是他几个 夹一夹 这样 总之 看到有三个 六亡星 所以 就是什么 就是666 他说 在那个美国国征 那里 有那个 瘦的印记 666 这样 国征 国征 这下 也是 梁逸华 他有研究开的 这个又是 10年前的blog post OK 就是说 美国国征 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OK 他说的 其实 差不多 都是说共济会 Fremason OK 又说什么 有眼 有眼 你看他画的那张图 也是一样的 知道吗 例如这张图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都玩给你看 OK 一样的 这张图是石安教会的blog 他圈的那些字 可能太小了 你看不到 他圈了几个字 就是MASON OK MASON 他圈了几个字 就是MASON 这样 就是MASON 然后再说一说 就是说到他背后 里面有很多阴谋 他又说那个是666 他也说在那个国征那里看到有666 是吧 全都看到有666 所以他们的observation 根本上就是 一模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他们说的东西是没有分别的 其实是 OK 说到现在 我只是说他们说的东西很相似 我没有说有问题 OK 我之后才会再说 OK 但是 根本上是同一样东西 根本上就是 其实 我待会再说 不要现在说太多 OK 我们 很客观地看了 梁烟成的slide OK 以及我们纯粹就是observe 他们跟 石安教会平时讲的那些东西是多么一样 是吧 OK 那么下一张slide 玩完国征又玩什么呢 是吧 玩完一元 是吧 说完美金一元 他说钱也是 他说美金钞票 一元钞票 也有666 售的印记 而且他有 他说他那张银纸 他可能左右两个圈子 他说是 露西斧的眼 眼 他说是露西斧的眼眼 OK 是吧 他说 他说 银纸上有个露西斧的眼眼 是吧 那么 今天梁日华有没有说过一些类似的东西呢 是吧 是吧 答案也是有的 是吧 OK 我们又来看看 这个又是10年前的blogpost 已经10年前了 这个blogpost就是 是敌基督系列 巴比伦之魂美国 是吧 这个是Michael Lau 梁日华和梁燕成的共同信息 是呀 他们简直是投胎一样 他们两个 心意互通 二人成为一体 是吧 他就 巴比伦之魂美国 在这篇文里面 他又有说过国势 是吧 说国势那些 他有说13 其实梁燕成 我刚才不记得截图 他其中一张slide 他也在说13的东西 他也有说的 但是这张slide就是说银纸 他这里也有银纸 是吧 就是这个 他说美元上 共济会的 all seeing eye 是吧 又是有对 眼睛在这里 是吧 都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里又有华盛顿那条 那条围裙 对吧 眼眼又有了 13 对吧 OK OK 还有 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最后 OK 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完一大论之后 他那个 他那个 港道 主日正道 是一个小时 他 绝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刚才说的美国和陆陆之间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说美国的 OK 全部都是说那些 其实是 他接近是没什么说过圣经的 其实是 好 真是 然后最后他就提这个 他就说 他说从各种证据来看 就是那个美国国債 一元货币 他说上面那些符号 有那个 全市之眼眼 露西忽的眼眼 是吧 又说像英的凤凰 他说这些都是共济会的符号 是拜撒旦 拜露西忽的 并且里面 有暗藏的那些666在里面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666的印记 另外还有 还没有说完 666可以有很多东西 据他说 他说666也可以是barcode 是吧 他说你看这个666 右下角的barcode 他又说是666 还有 还有 他说 现在 最下面那一段 他又说 现在 发明了很多 一些根据人体皮肤温度变化 然后用电池可以自己充电的小型半导体晶片 是可以直入人体的 这些 亦可以是瘦的印记 亦可以是666 这些晶片是可以在右手、在页头 然后用来开门 支付宝 买车票 那些 那些这样的东西 当然 那个梁日华 你猜到了 一定 亦有这样说过 这个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例如这里有篇文是2012年 又是十几年前 10年前多些 人体晶片直入的阴谋就是永远失去救恩 他又这样说 barcode又666 是吧 他说666系统就是 圣经提及兽的印记 是吧 也有说 晶片的阴谋 是吧 有些晶片的阴谋 如何控制你的思想 那些东西 又是说晶片 说barcode 是吧 说晶片 说barcode 就是 姓梁的两兄弟 根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分别 是吧 这个百分百一样 简直就是 真是 好 看看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我先查一下 我处理的图就是这些 刚才我都懒得说 懒得批评 他说的那些东西 是 有没有根据 是吧 我觉得我的听众 如果你是判断不了的话 那就是 你有问题 我不想浪费 我也没必要浪费时间 你觉得是真的就真的 OK That's fine 是吧 但是我只想指出一件事 他说这些 主日讲道 OK 他的主日讲道 就是不讲圣经 即是狂广 只是狂广 狂广这些阴谋论 这些神秘学 这些东西 所以他讲道的Quality 是零 其实是作为 作为一篇的 港道 是吧 那需要听你讲道吗 是吧 那就随便上YouTube开说的那些神秘学那些东西 他都讲这些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那需要听你讲 教会听 是吧 是吧 还有 如果你觉得他是真正的 OK That's fine 其实你也有potential 去找石安教会 因为石安教会十几年来都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其实是 你们是两兄弟 是吧 你们都是弟兄姊妹 你和石安教会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是吧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 如果好像 刚才看的那条 影片 那样 好像下面那些 留言的人 那样 觉得他讲的东西 哎呀 很能够造纣人 是一些很有用的 资讯 那你发达了 你发达了 是吧 因为梁烟成 久不久才会去 那一间教会 讲这些东西 因为你知道 抄的东西也很累 是吧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听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是那个石安教会 他们的YouTube频道 一早就已经有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 放了在这里 你永远都听不完那么多 是吧 那就是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听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 就是有点 有点 说耶稣 说圣经 但是完全说到错了 但是有赖 OK 然后他背后的骨干 主要就是那些神秘学 那些阴谋论 就是说那些共济会 美帝霸权 如何侵略全世界 你是喜欢听这些东西 那就是那个石安教会的YouTube频道 可以为你提供无穷无尽 那么多的资源 就是你可以听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实用 可以改变你的灵命 可以帮到你 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的话 就是 石安教会可以帮到你 只可以这么说 OK OK 那Thomas Lee就是问 Wallpaper是哪位 这个是Nana OK 好 那今个星期 就是说梁燕成 就说到这里 OK 那就差不多了 摸鼻子也开始觉得有点痕 那么今晚的节目时间 就来到这里 OK 那下个星期 我觉得还有可能还会说梁燕成 先看看 因为我已经连续三个星期说了梁燕成 可能下个星期休息一下 我先考虑一下 我先考虑一下 如果有其他更加 精彩的新闻可以说的话 我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继续说梁燕成 因为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有另外一条片 也是一个题材 我也可以说的 其实是 但是到时才说 下个星期才想 Rocky说想听Sugar Baby 我不想听Sugar Baby 我想听好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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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听 这首 OK 那么下个星期再见 呢 呢 嗚嗚